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现在国民党他唯一的战法 在中选会没有公告之前 他必须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声量 我们现在看侯友宜也好 赵少康也好 他们的声量好 提升很多 接着我们再来看 柯文哲跟吴欣盈 不管他们讲的是好题目还是坏题目 他的声量也超过了赖清德 那赖清德现在的声量4.5万比 变成2.7万比 这个是赖清德所有声量里面 最低的一次 况且是配合小美琴 配合小美琴 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不约而同的要真身量王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碾压对手 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华人智库董事长 哲学博士 欧崇敬 欧教授跟大家共同探讨 欧教授好 有阿哥好 国民党跟民众党都是打一场没有资源的战争 但是民进党他的资源掌握在蔡英文的手上 对 我们现在说国民党跟民众党只要他们没有资源 你唯一最快速的方式就是免费广告 就是充升量 所以你看赵少康还有柯文哲几乎天天都在开那个记者会 因为记者会是免费的广告 他自己下的广告 绿营媒体未必会收 但是他开记者会的话 绿营一定也要播报 虽然华士的播报率 侯友余家 柯文哲只有六分之一 只有赖少佩的六分之一 但是至少他要报 对 所以我就问欧教授 就是说 为什么国民党的侯康佩跟民众党的吴云佩 都要抢声量去碾压赖清德呢 欧教授 事实上是这样 就是赖清德那边票 分别跟他们的某些地方 可以说有些是可以互相互动的地方 也就是说赖清德目前所有的票 事实上是有些是不稳定区块 这不稳定区块 对于国民党来说 如果把它震掉了 那国民党就可以少费劲一点 那么对于民众党来说 更是可以把它直接吸到他手上来 所以两边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呢 设法要攻向民进党 让赖清德与萧美琪的票数呢 往下减 这个在整个这次的选举历程里面 事实上可以看出来 因为赖清德的票 曾经递到可能大概只有500万票 现在呢 虽然又暂回到550万票 到600万票之间 可是啊 他部分的票 恐怕会是游离的 所以如果通过媒体的战术呢 有机会把这些票给摇旱下来 特别是国民党 只要赖清德往下降 国民党往上升 他们就可能真的出现了死亡交叉 不过因为时间实在是有限 再怎么样民进党呢 由于他们是执政者 所以啊 他们在73选区里面呢 所拥有的经费 至少还是高达30个亿的台币 而国民党呢 因为党产被没收了 并且很多地方席次的立委啊 事实上钱呢 都不是太够 所以加总起来 连地方的动员 再加党庄所募告的款呢 这次恐怕顶多就是8个亿左右了 当然这对比起民众党呢 连一个亿都还没出组呢 事实上已经多了八倍了 不过呢 就声量来说 现在看起来啊 三边的知名度呢 其实都互相差不多 只是谁看起来气势更高而已 所以打击是增加气势最好的办法 有啊 刚刚欧教授讲到的声量 现在是民众党声量最高 他是没有资源的一个政党 那他为什么他声量高 不管好坏 他都接受 就是说新闻界 他有一句名言 不管好新闻坏新闻 只要是新闻 就是好新闻 换句话说 你要认识一个人 你要认识一个坏蛋 你要记住他的名字 也不简单 没错 你看到一个好人 你要记住他的名字 你也不简单 没错 又是换句话说 柯文哲已经报定中止 我打的就是声量战 但是国民党去第二 因为国民党为什么去第二 他还有陆战的组织 这种陆战的组织 他也要超兵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国民党拿了第二 那民进党为什么拿了第三呢 因为赖清德几乎不受访 为什么不受访 原因非常简单 我让你们欲棒相争 我就渔翁得利嘛 那我干嘛跟你这两个对手纠缠 所以声量高低 对赖清德来讲无足轻重 我想请问欧教授 就是说 为什么赖清德找了小美琴以后 他声量还是没有办法提升 幕后是不是还有蔡英文的因素在内 欧教授 应该说整个民党团队 他一直没有整合完毕 所以蔡英文的所有力量 根本就没有归队 因为小英之友会 仍然是在旁边苦事担安而已 蔡英文所有资源 没有放给赖清德 赖清德只能独立募款 赖清德也调动不了 蔡英文手上的检井特调 所以现在的蔡清德 赖清德所打的事实上是新潮流的资源 也因为这样 蔡英文他恐怕是在保存实力 以防止日后任何一股力量谁当选 对他可能会有的清算 刚刚欧教授讲的蔡英文的那我补充一下 就我所知那我问过熟悉蔡英文的人 蔡英文已经排好下乡帮谁辅选 帮立委辅选 可是赖清德截至目前为止 就我所知 铁子还没送过去 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两个人的敏感了吧 那其次赖清德为什么不愿意受访 上面还有一个婆婆叫做蔡英文 一旦她受访的频率 那你超过了蔡英文的话 会惹蔡英文不痛快 不要惹大小姐生气 这个是新潮流给赖清德最好的建议 不要惹大小姐生气 否则的话你讨不到便宜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欧教授 感谢王哥